好 開鍋 開鍋 我們今天 今天講應急響應 我們後面 我們今天模塊9 應急響應 還有後面的 等保還有安全產品 這些 特別是等保的話 都屬於 等於說我們前面所學的那些內容 漏洞部分還有代碼審計部分 屬於什麼 屬於我們的 偏向紅隊的技能 然後我們後面所學的內容 可能偏向於藍隊的技能 這裡有牽涉到紅藍對抗 對吧 紅隊藍隊 所以 所謂的紅隊呢就是 攻擊方 對吧 藍隊呢就是防守方 你說你在互網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接觸到這種 紅隊藍隊相關的一些內容 或者說一些工作 然後我們看一下應急響應 今天 那應急響應呢是 藍隊裡面呢 必備的一個技能吧 簡單的介紹一下 來 所謂的應急響應叫 incident incident response 通常是指一個組織 為了什麼 一個組織 為了各種意外事件的發生 而做的準備 以及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所採取採取的措施 那應急響應事件呢 隨處可見 比如說 小防滅火 我們現在的新冠 防控 或者地震 地震的什麼 避災 然後災後的什麼 恢復工作 對吧 都屬於應急響應 那在我們的網絡 安全 裡面的應急響應呢 指 看一下什麼叫網絡安全方向的一個應急響應 它指 呃 針對已經發生 或者可能發生的網絡安全事件 進行監控 分析 協調 處理 來保護 資產 安全的 活動 我們叫做網絡安全響應 那常見的網絡安全事件 例如 服務器 中了挖礦 木馬 或者主機 中了勒索病毒 網站 被什麼 挟持 被篡感 數據庫 被脫庫 被刪除 對吧 等等 還有這個是護網的 當牽涉到一些護網的 演練項目啊 工房演練項目 這些都是一些網安全事件 這張圖上面也有啊 這個 右邊這張圖是勒索病毒 那我們思考一下就是為什麼最近年來呢 應急想應應急演練活動越來越多呢 就我們經常聽到對吧 嗯什麼護網 護網行動 護網行動 嗯 嗯 那好像最 六月份 六月份也要 也要開始護網了 對吧 嗯 有機會的話可以去 嗯 報一下名 OK 那最近幾年為什麼這種 經常聽到這種護網呢 就說就算 那你不是安全這個行業的 那你是運維 或者開發 或者其他方向的 也會聽到 因為 呃 首先呢 這跟我們現在的環境有關 現在整個網絡安全行業 它處在一個 嗯 嗯 剛發展不是很久 對吧 它不像其他什麼運維啊 其他開發啊 或者這種發展了幾十年 對吧 私交四年 在我們國家 然後我們往安全方向的話呢 最近才漸漸的被什麼 被 大家熟知 所以我們會經常看到 嗯 公裝號 或者說 微信裡面可能會推一些 護網的這種工程師 啊 還有人數要求啊 很多 然後他需要 助拍到各個 需求方 進行這種紅藍演練 那這個是之前的 所以如果你有 呃 處在這種空空檔期啊 或者有一個月到兩個月的時間 或者說想增加一些 演練項目啊 為未來的這種求職啊 增加這種籌碼 增加一些經歷經驗 嗯 或者說我們 想要把 之前所學過的技能快速變現 因為這個 呃 工資啊 薪資還是挺高的 每天的話 就根據你的這種級別啊 初級 中級 高級 對吧 一般初級的話 都有七八百一天 啊 中級的話 一兩千對吧 高級的話呢 甚至什麼 三萬都有可能啊 所以啊 紅隊 藍隊啊 都有都有不同的需求 而且我們現在的呢 國家已經出台了這種相關的政策法規 比如說我們有網絡安全法 比如說網絡安全法的第五章 第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五五十六 五十七五十八 這幾條 我們簡單的可以簡單的看一下 就是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 就是我們需要什麼 建立 國家 就是需要 國家 建立網絡安全監測預警 或者信息通報制度 然後國家網信部門呢 應該統籌協調有關部門的 加強網絡安全信息 收集分析和通報工作 按照 規定呢 統一發布什麼 網絡安全監測預警信息 然後 這裡啊 我 國家網信部門 協調有關部門能建立健全的網絡安全風險 評估和應急工作機制 制定網絡安全世界應急預案 並且呢定期組織演練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和 所以就是為了 預防以後可能出現的這種網絡戰 對吧 這種國家 針對國家這種政府啊這種組織啊 而做的一次啊 定期而舉行了一次演練啊 所以當 發生這種網絡安全事件 我們應該 立即去啟動網絡安全事件應急預案 所以我們得準備好 各種針對不同事件的預案 比如對網絡事件進行 調查和評估 然後要求網絡運營商 採取技術措施 或者其他的必要措施去 消除這種安全隱患 防止這種危害量擴大 並且向社會發布和公眾啊 有關的這種警示信息 然後如果發生這種事 事故的話 生產安全事故的話 要按照法律去 除除就說處置 ok 所以主要的是什麼 在 53 對吧 這一條 那其他的也體現了我們這種網絡安全法 對於什麼應急響應的一個規定啊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什麼法規呢 叫網絡安全等級保護 也簡稱什麼等保 等保2.0 在他的網絡事件處置這一章節裡面呢 他要求 就說即時的什麼 向安全管理部門呢 去報告所發現的安全弱點 或者可疑事件 然後應制定安全事件報告 或者什麼處置管理制度 明確不同安全事件的報告 處置和響應流程 然後規定安全事件的現場處理 然後事件報告和後後期恢復的管理職責等等 那應該在安全事件報告和響應處理過程中 分析和鑑定這個事件產生的原因 比如說我們遭受了攻擊 這攻擊出現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需要去收集證據 我們通過不同的工具 我們自己的工具庫 對吧 安全的工具庫 比如說你針對的是Windows系統 那我們需要準備一堆Windows系統的一些什麼日誌分析工具 還有進程分析工具 文件 木碼 或者什麼 網頓 對吧 我們把文件拿到威脅情報平台裡面能去分析 然後記錄什麼 我們的分析過程 就是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漏洞 那這個漏洞是怎麼怎麼工作的 對吧 那我一步把它找出來 對造成系統中斷 或者造成信息泄漏的重大安全事故 能採取不同的處理程序和報告程序 所以我們會對這種安全事件 做一個等級的什麼 就是按照他的什麼 去分析 就對他做不同的什麼分析 按照他的什麼重要程度 還有應急什麼預案管理 這裡等等 你自己看一下 比如重點的就是 我們需要規定這種統一的應急預案框架 比如說出現這種安全事件 第一步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第三步做什麼 對吧 然後怎麼去保障 怎麼去事後怎麼去教育 怎麼去歸檔 怎麼去培訓 這些其他的什麼員工 防止以後再出現這種錯誤 對吧 還有我們應該定期的 對原有的應急安全預案 能做一個什麼 重新評估 因為可能 你的什麼 這個預案可能是過時的 對吧 因為現在技術進步了 版本更新了 對吧 我們需要什麼 完善或者更新的預案 或者說更匹配的預案 OK 嗯 還有一個法規呢 就是網絡 事件 什麼 網絡事件 什麼 網絡事件 什麼 晚安事件 應急預案 這個 這個 這個法規編制的目的呢 是為了什麼 建立健全國家網絡安全事件 響應應急機制 工作機制 提高應對 網絡安全事件的能力 預防和減少網絡事件 網絡安全事件呢 造成的損失或者危害 保護公眾利益 維護國家安全 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 那以此類推 然後這裡的 依據呢 各種法 國家安全法 對吧 然後 信息安全分類分級法 指南 還有什麼 共和國突發事件 應對法 然後 再看這個 應急響應這裡 然後 國 網絡安全事件 應急響應呢 分為四級 分別 對應為什麼 特別重大 重大 較大 和一般 網絡安全事件 那 一級呢 為什麼 最高響應級別 看一下 一級響應 一級響應呢 屬於 特別重大的 這種網絡事件 那我們在學習這些什麼 學習這些技術的過程中呢 可能會什麼 有一些誤趣啊 比如說我是 搞紅隊方向 主要是我就是 紅隊就是我 我是偏向於 攻擊方 對吧 我們做生透方 然後不需要什麼 學習這種難對的這種應急響應 那雖然 在技術層面呢 我們是有紅 紅藍工房之分 但是 呃 紅方 對吧 是做工工 攻擊方還是防守方 但是你真正去公司的話 你不能不能不能天天去互網吧 你去公司的話呢 你接觸到的可能不一定 是某一個方的技術 對吧 某一個隊 紅隊還是藍隊 所以在 這種項目 業務層面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很多的這種技術呢 是模糊的 我們領導人或者客戶呢 可 不管你是什麼 紅隊還是藍隊 的技術啊 那很多活接到之後呢 能扛勢 多幹活的自然 啊 升職加薪的更快 啊 如果我們的個人職業目標 不僅僅是安全工程師 而是技術 或者團隊負責人 甚至什麼 創業者 那麼我們就需要什麼 讓自己 具有 紅藍 兩隊的什麼 技術 讓 讓他 讓我們自己擁有什麼 一個全局的視角 就是 會攻也會防 對吧 所以我們 想要成為這種人才的話呢 這 紅藍 兩邊的技術是 我們必須要 了解的 所以這 總結的話呢 就是應急響應 還是比較重要 嗯 安全行業的信任呢 需要什麼 掌握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原理 首先應急響應事件 類型有哪些呢 嗯 簡單的看一下 比如說 我們會把這個事件的分為什麼 數據安全事件 應用安全事件 系統安全事件 和網絡安全事件 主要四種類型 那數據安全事件 它的什麼 呃 這種類型呢 主要是針對的什麼 對象是數據 比如說我們這個數據被泄露 數據被什麼 損壞 數據被創改 對吧 都屬於這種數據 安全事件 那應用安全事件呢 比如說我們的 某一種 應用 比如說web應用 網站被創改 業務 邏輯出現漏洞 導致你的什麼 業務 崩潰 業務什麼 被利用 對吧 然後SOCO 你的數據庫服務 這種應用 被什麼 被利用 對吧 被利用 我們可以通過SOCO注入 或者XSS 攻擊 這些都是什麼 應用安全事件類型 然後系統安全事件類型呢 主要是針對的是我們的操作系統 你說我們的操作系統的這種 弱口令的破解 爆破 還有 系統的提權 還有 針對系統的 針對操作系統的這種 木馬病毒 等等 網路安全事件呢 就是針對我們的網絡 主要是針對我們的網絡 比如說我們的ARP DOS攻擊 DDoS攻擊 還有DNS劫持 等等 這是屬於網絡安全事件 級別呢 即便我們之前 剛才講過 我們的事件級別呢 我們分為什麼 特別重大 重大 較大 一般網絡安全事件 然後預警級別呢 有紅色 預警 橙色 藍色 黃色 藍色 然後響應級別呢 有1級響應 2級響應 3級響應 4級響應 那比如說看上面這張圖 上面那張圖比如說 你現在 在 有人嗎 有人在你家門口 轉遊 對吧 那這個 事件呢 級別呢 可能就是 什麼 一般級別 或者說 焦大級別 一般 然後有人在什麼 垂領家的門鎖 那就是 重大的什麼事件 這已經 這已經是什麼 焦大或者重大的 然後有人在你家偷東西 我們可以說是重大 那還有一個什麼 更剩的就是 有人在你家 什麼 搞破壞 或者說 想做一些 謀財害命的事情 那就是什麼 特別重大的事情 然後針對不同的事情 我們會什麼 有不同的預警級別 也有不同的響應級別 比如說我們遇到 有人在你家門口轉遊 那我們可能響應的就是什麼 啊 預警級別可能就是 藍色或者黃色 然後呢 響應級別呢 就是針對 針對這種 這種預警呢 我們做什麼樣的響應 比如說我們四級響應 或三級響應 依次類推 好 我們這裡 有一個 網路國家應急 預案 按 應急事件預案 我們可以看一看 這個我發給你們 到時候你們自己看吧 這個我就不詳細跟你們講了啊 那應急響應的流程是怎樣的呢 啊 我們一般啊 把這個叫做什麼 PD CERF 方法論 呃 批 呃 叫準備 準備階段 也就是我們去建立什麼 應急響應團隊 然後 預呃 定制定什麼 應急預案 在準備階段我們要做的事情啊 然後在 第一是檢測 檢測啊 什麼就是找到我們問題的根源 然後根據什麼 然後再確定這個事件的級別 C是什麼 抑制階段 抑制階段呢 我們快速 快速響應事件 將我們的損失 就是假如說我們現在什麼 有已經 檢測到我們這個什麼 事件 檢測到某一個木馬 對吧 再攻擊我們的系統 那我們要快速的去響應 找到根源 然後快速去什麼 抑制這個 嗯 事件 使我們的損失呢 最小化 對吧 降到最低 然後 嗯 一的話呢 是根除階段 根除階段呢 是加強安全措施啊 徹底根除我們的隱患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 我們種了一個木馬 對吧 我們發現 CPU 比如說我發現我CPU的 嗯 就在檢測階段 我發現我的CPU 嗯 CPU利用率非常的高 這個時候我們 呃需要什麼 進入這個檢測階段去找到 呃哪個進程 對吧 沾用我們的CPU 然後找到那個進程是 誰拉起來的對不對 然後根據我們的 這種 這種 損失的程度呢 來確定這個級別 或者說 根據我們的安全的什麼 嗯 事件的什麼 嚴重程度啊 它是什麼特別嚴重還是一般還是普通 對吧 等等 然後找到這個進程之後呢 我們 是不是開始的響應啊 當然剛開始可能什麼很難 比如說我找到這個進程 但是我我沒辦法去分析 就是我沒有時間再去什麼 慢慢的去分析到底是哪一個 到底我這個進程是怎麼起來的 就是這個木馬并木馬 進程 木馬程序啊是怎麼起來的 是 是計畫任務拉起來的 還是 我們的 比如說如果是Windows的話 還是Windows的 Windows裡面其實也有計畫計畫任務啊 就跟我們的 Windows的Chrome Type一樣啊 也有計畫任務 他也可以什麼 定周期性的去拉起一些進程 拉起來 所以你啟動還有一些什麼 自啟動服務 所以這個我們 假如說沒有時間慢慢排查的話 就說我們先把那個什麼 進程給它幹掉 將這個損失 就是在抑制階段 我們先把這個進程幹掉 將這個損失先最小化 然後呢我們再進入跟 跟除階段 然後加強安全措施 就是把防火牆 或者把一些什麼 不安全的服務 給它關掉 或者說一些可疑的 一些可疑的 激化任務 給它關掉 來徹底 跟除這個隱患 最後再 最後兩個 就是一個是恢復階段 對吧 恢復我們現在的業務系統的運行 比如說你原來就是跑一個 油箱系統 跑一個聊天室 跑一個遊戲服務器 對吧 那原來什麼 由於你的 CPU被占用 導致你的 你的 業務 跑不起來 很卡 對吧 所以我們恢復階段 要恢復我們業務的系統 保證它正常運作 最後再什麼 總結 總結階段呢 我們對事件呢 做一個复盤 然後呢再什麼 輸出 響應報告 響應報告輸出 就是PD CERF 這幾個階段 就準備 檢測抑制 根除恢復 總結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一個案例吧 假說 我們這個網站被 hack了對吧 被黑了 然後如何 應急響應呢 首先 呃在響應前期 就是前面兩個階段 我們呃可以稱之為響應前期 在響應前期 我們可能 我們在 呃就是檢測到什麼 檢測到這個網頁被創改 你說我們會發現呢 我們這個網頁呢 點擊URL 它跳轉到的不是我們的什麼 本自己的頁面 而是另外一個 企業的頁面 對吧 就是我們的網頁被創改了 假如說我們發現這個 前期發現了這個事件 那我們首先要判斷這個事件 它的類型是什麼 比如說這種是應用安全事件 對吧 應用安全事件類型 然後再判斷它的級別是什麼 像這種其實已經很嚴重了 對吧 因為用戶什麼 訪問你的什麼 站點裡面的URL的時候 你的超鏈接的時候呢 就什麼 嗯 防不了 那對你的業務呢 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假設我們把它定義為什麼 重大事件 然後再確定什麼 應急的級別 什麼一級響應 還是二級響應 還是三級響應 然後再響應的中期呢 你說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工具 各種工具 來進行木馬查紗 來找到木馬 然後找到 並且刪除web12文件 也就是我們 就是黑客什麼 通過一些比如說文件上傳 漏洞啊上傳的一些什麼 web shell 用來什麼 用來獲得獲取你的shell的 然後他通過獲取你的shell呢 給你創建一個什麼 通過這個shell 創建一個管理員用戶 然後呢去打開你的 3389端口 然後再去什麼 通過遠程連接去操作 對吧 操作你的 操作系統 所以我們找到 需要找到這個web shell 然後呢修復 漏洞 修復這個漏洞 因為我們網頁被創感嘛 有被創感也可能是 哪一個 對吧 web shell 就是裡面可能存在這種惡意的web shell 文件 然後修復這個漏洞呢 增加安全策略 然後修復這個漏洞呢 最後再上架什麼 我們的web 網站發火槍 然後在後期 我們重新 就網站呢 重新去上架運行 恢復上架運行 然後監控全網漏洞們呢 情報 遵行最小化安全原則 也就是 或者說最小 全呃全線原則 然後最後再怎麼 持續優化 應急響應方案 就是我們針對 當前的這一套 應急響應流程 方案 我們看 最後再怎麼 一套跑下來 或說跑幾遍呢 試一下哪些地方可以優化的 對吧 來加快我們的 這種應急響應的效率 OK 第三部分呢 我們來講一個實戰吧 就講一個例子啊 那假設 某一個正起單位的服務器 中了挖礦木馬 該怎麼辦 我們怎麼去分析 就是我們按照這個響應的過程 首先要確定他的什麼 事件類型級別 然後呢 我們主要 這裡主要是中期的工作 主要是做中期工作 就是我們要找到 什麼原因 導致的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事件 簡介 我們興客的安全團隊 啊 遙關全接到了某個正起單位的求助 根據其系統管理員的反饋 近期有若干業務系統服務器 運行緩慢 CPU使用率長時間達到百分之百 也就是我們CPU資源被耗光 然後正常業務開展呢 已經存在嚴重問題 因為你想一下你的CPU 打到百分之百之後 你的鼠標移動起來都會很卡 因為我之前就遇到各種情況 對吧 你們上課 呃 由於散熱問題嗎 然後導致CPU什麼 溫度過高 但我們這個是散熱問題啊 然後 他這裡的屬於什麼 木馬 對吧 挖礦 挖礦木馬 挖礦耗盡你的CPU的資源 所以 疑似呢 遭受了黑客攻擊 然後請求技術專家的現場支持 然後他的系統環境呢 是Windows2003或者2008 上面呢 運行了若干核心業務什麼應用 主要是通過外服務來部署的 所以 既然是Windows 那肯定是用的是IS 然後人物背景 比如說 小安 是 百官堂隊資深安全服務工程師 是本次 定期享用項目的 負責人 然後他的任務呢 就是 調查 攻擊事件 溯源 攻擊路徑 然後根除 潛在的隱患 恢復 業務 運行 最後再編寫安全報告 然後我們這個環境 靶場的環境呢 是基於什麼 這種 這個流程 環境和截圖 採用的是這種反正模式 1比1負現 然後敏感信息已經脫敏 就是裡面涉及到什麼 IP啊 用戶名啊 或者說密碼啊 或者說一些 聯繫方式啊 這些信息啊 或者說公司的信息 我們都會脫敏掉啊 就是相當於打馬賽克的意思啊 那這個把 呃 靶場的環境的話呢 在 網盤裡面 你們自己下啊 網盤有 嗯 在 在第二個 就網盤裡面的有一個叫 RAR的壓縮包 我們自己去下啊 有一個WIN WIN2003的 那我這裡 我這裡先把它打開 然後同時我們把一些 就把配套資料裡面啊 就是有一個這個 嗯 2003的啊 就下面這個啊 上面這個 應該也是啊 我上面這個 環境應該和下面一樣的 只是只不過是一個重置吧 就我們 因為下面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下面這個就是 就是RAR的文件 然後有一些 還有一些工具 要把它下載下來 等一下我們需要把它放上去 呃 密碼的話 登陸密碼是 1 QAZ2 WSX 好 我已經提前把這些工具呢 拖進去了 拖進去 所以我們桌面上面這些工具都有 等一下我們直接來用 首先呢 先來看一下 任務管理器啊 他現在CPU的什麼 使用率 嗯 現在還沒有什麼變化 啊 因為我們要稍等一會 因為這個 呃 挖礦的這個程序 就是這個木碼呢 是在 周期性執行的 周期性執行 也就是 5分鐘執行一次 所以等等待5分鐘的時間 但這個等待過程中呢 我們可以去 呃 介紹一些工具吧 比如說如果你發現 你的 CPU利用率 達到了什麼百分之百 那我們就需要什麼 查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 可疑的進程啊 那我們這裡有一個 這裡我們有一個工具啊 叫 PC Hunter 打開這個 打開這個32位的 應該那個 六四位的 我們系統 我們這個把 把機是32位的系統 那這個工具呢 可以幫助我們去查看 進程 內核 內核的一些什麼 信息 網絡的信息 啊 比如說這些地址和端口 和那個進程監聽的這個地址 還有註冊表的信息 文件的信息 啟動信息 比如說服務 啟動項 這就尷尬 難平 有些什麼 不說服務 對 是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那些什麼 是 有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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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說 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是 AQAQDX 好卡的樣子 这里啊 我们现在看到CPU是正常的 那我们等一段时间啊 我们去打开这个PC Hunter 我们不点其他东西吧 因为可能会出现难屏的情况 这里 然后首先看进程这里啊 进程这里 如果你发现你的CPU进程 CPU的利用率到达百分之百 然后你可以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或者陌生的进程 比如说比较奇怪或者比较少见 当然你们可能如果对Windows的一些进程呢 比如说系统的进程 接触到比较少的话 可能不太认识 但是我建议的话呢 这个得多看对吧 比如说你平时多多看一些Windows的进程 那你就知道哪些进程是干什么的 比如这里面有HDPD 这是我们的Apache对吧 还有这些像这些是不是都是系统的进程 那其实有一些时候 我们的这种木码呢 会伪造成系统进程 这个是Explore也就是我们的这种资源浏览器的进程 这个是虚拟机的 这个CircleManager 就是CircleServer的这个进程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叫什么Demo 这个是那个什么叫光盘镜 用来做光盘镜像的吧 好 那这里面有这里面的进程里面呢 有一个叫xmrig.ese 像这个进程的话呢 其实就有点可疑了 对吧 有点可疑了 这是属于一个可疑的进程 然后其他的 这些都有可能是啊 所以我们得我们可以一个个去分析 其实也不是很多啊 就是我们排除掉一些 其他的进就说其他的我们确定不是什么 不是可以进程的这种系统进程之后呢 我们再去一个个找 对吧 一个个去分析 你说我们 假如说我们定位到啊 等一下 你看一下我当前的 任务 任务管理器 我现在还没有 假如说我们定义到这个可疑的进程 通过一番查找之后 比如说我去找到这个定位到这个进程的文件 那看这种目录啊 看这种目录 这是它的可知识文件 然后在这个可知识文件的旁边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文件 比如说像这种vbs login.vbs 还有啊 star.bat这种批处理文件 而且这些文件呢 都是 呃 同一段时间 就它的这个什么时间戳都是什么 看这个修改时间都是什么 都是很近的 很相近的 对吧 那这些文件就比较可疑 所以我们会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文件 那这些文件呢 比如这里面有xmrxmrg.ese 还有 什么star.bat bat bat 是windows的批处理文件 bat 文件实际上就是windows的这种脚本啊 这种脚本你可以 用右键编辑 可以直接通过监视器去运行它 它里面的内容 我们先不看它 先不看 等一下再来看 然后我们找到什么 这些文件呢 是比较可疑的 还有一个login.vbs 然后继续 我们对这个什么可执行文件呢 做一下分析 那分析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上传到这种威胁情报平台 比如说微步 我们这里讲过 威胁情报平台 微步是比较常用的一个 这里 微步 然后登录上去之后 登录上去之后 这里有一个 看这里有一个上传文件分析 我们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我把那个文 把那个ese文件给它烤出来 烤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上传上去 那它帮我们去什么 分析一下 然后它会调用多个引擎呢 去检测 那这个检测 它是放在这个沙箱里面的 sandbox里面的 所以不会对它自己的系统产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它用的是WIN7的这种沙箱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威胁类型呢 是木马 木马家族是coin manner 也就是挖矿 对吧 这种挖比特币嘛 挖矿木马 然后这些不同的引擎 反病毒引擎 它检测出来的结果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很多的详细信息 那可以什么 然后这里面 这里面还有它的运行截图 所以通过这个检测呢 可以发现呢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检测为这种挖矿程序 然后既然它是挖矿程序 那我们找到这个挖矿程序之后 我们得搞清楚它是怎么运行的 对不对 那这个系统 就说这个进程运行 那一般有什么方式呢 一般有什么方式 比如在Windows里面 或者说其实在不管在什么系统 在Windows还是Linus 他们的思想就是说 思路都是什么类似的 比如说你要运行这个进程 那我可能是什么 可能有一个脚本 对不对 比如说我通过计划任务 或者通过什么服务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服务系统启动之后 是不是会自启动啊 所以 所以我们去 就是第五步呢 是做一个什么 先分析一下我们的服务 服务分析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 这里有一个启动信息 有一个服务 其实这三个都非常有用 就是启动项和服务 还有什么计划任务 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去找一找 找一找 有没有一些可疑的服务 有没有一些可疑的服务 然后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去看这个印象路径 也就是这个服务 也就是这个服务 哎 我会发现 呃 刚才是不是看到一个叫log logon.vbs 那这里有一个服务呢 叫security check 这个服务 然后它会什么 它会自动启动 然后它的启动路径呢 是就是它是启动的时候 会跑运行这个什么 这个vbs文件 可疑文件 所以我们会发现 有一个vbs 然后这个vbs的内容呢 你可以用 记事本去编辑一下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是去跑 跑了这个什么 xmr ig.se 这个脚本呢就是运行了 运行了这个挖矿的这个程序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 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呢 但这个服务现在好像看起来没有启动 状态是停止的 所以呃 其实这个服务 可能还不是 或者说可能就是这个攻击者呢 可能不止利用一种方式来启动它的挖矿程序 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启动 那我们再看一看啊 那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 还可以通过这种启动向 启动向 那我们找一找 找一找 启动向 里面有没有吗 有没有跟这个挖矿程序相关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哦 路径在 TMP 哦在这里 有一个 System Check的启动向 看一下啊 他是不是去运行logon.vbs 这个启动项也启动了这个脚本 那我们的服务 自启动服务也启动了这个脚本 那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种方式呢 是计划任务 所以我们再去看一下 计划任务 在计划任务的分析里面 我们发现呢 有两个计划任务 这两个计划任务 我们可以去 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他指向的这个文件路径呢 是start.bat 也就是这个文件 我们去编辑一下 这个批处理文件 这个批处理文件的内容呢 其实很简单啊 其实这是windows的那个bat脚本 就批处理脚本 你看一下 就是这里是判断一下 这个任务任务列表里面 有没有xmrig 他通过管道嘛 放的str去找这个进程吗 有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的话 如果这个进程不存在 如果报错对吧 然后这个进 输出进程不存在 并且什么 启动这个进程 注意 不存在 我就启动这个挖矿 挖矿的这个程序 否则我们就输出存在 对吧 所以他会呢 执行这个bat批处理脚本 批处理文件 然后这个是计划任务 那计划任务什么时候执行呢 我们可以去控制面板 里面去看一看 在这里吧 有一个控制面板 然后 这里有一个任务计划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计划的描述 从2019年6月27日起 每天9点42 早上9点42 每隔5分钟 为时24小时 也就是我们从这一天起 每天的9点42 每隔5分钟都会跑一次 我们这个脚本 还有一个计划任务呢 是用户登录的时候运行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test和test1 一个是定时的 每天什么时候跑 一个是什么 我们登录的时候跑 对吧 这样就不管你是 是不是登录 或者说 我们都可以 让它跑起来 对吧 然后继续来看 我们接下来什么 看一下 这个脚本 为什么能够运行呢 对吧 这个脚本 为什么能够运行 那它是不是需要什么 我们的系统的管理员呢 就它是怎么 就说 这 黑客能是怎么什么 怎么拿到我这个管理员前线 怎么登录进来 怎么控制我的 怎么上传文件 怎么去什么 攻击我的 这个我们是不是得搞清楚 因为我们只 只什么 只看到了目的 对吧 只看到了 这个什么 病毒 对不对 木马程序 我们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发掘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 这个计划任务 先设置 这个计划任务是 看一下它的用户吧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系统的一些用户 这个计划任务 这里这里也有 就是在这个 PC Hunter里面 这两个地方 系统杂项 有一个系统用户名 那这些用户名的话呢 其实有一些比较奇怪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以Dollar结尾的用户 以Dollar结尾的用户 这种Windows的用户比较特殊 如果就是我们之前 在对Windows用户做操作的话呢 是Net什么 是不是NetUser 还记得吗 我们是用NetUser对吧 去添加或者创建 再删除用户的 NetUser 那如果这个用户是以Dollar结尾的话呢 我们用NetUser去查看用户的话呢 或者说我们在系统里面去查看 用命令去查看用户的话呢 是看不见的 那说明它是一种隐藏账号 所以我们发现这里面会存在一个Kevin Dollar一个隐藏账号 所以一般攻击者呢 利用这种隐藏账号呢 去隐藏就说什么 做一个后门对吧 做一个后门后门的这个账号 这样普通用户呢 是很难发现到对吧 很难发现 然后继续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的一些事件 就是这个它既然什么 有这个账号 那我这个账号是什么时候创创建的呢 对吧 什么时候创建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查看一下这种系统的事件 系统事件的话 在 在我的电脑管理里面 不是这里 我电脑里面管理里面 可以看到有一个事件查看器 它里面呢 有各种不同的事件 比如说应用程序 DNS 安全性或系统 那我们这种账号的这种设置呢 属于安全性 安全性的一个事件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 那前面这个类型呢 审核成功或者审核 这个这个类 而事件非常的多 我们看一下 有一些审核成功 总有一些审核失败 然后主要是看一下这个时间 看一下时间 我们会发现呢 很多的这种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过滤啊 在这里点右键 查看筛选 比如说我们去筛选这些审核 是一个失败的这种事件 然后你会发现 有一段集中的时间 就是 19年6月25号 16点37分 37分 到 往上面40分左右 上面上面是有一些 跟上面是这个 按策略改动 这里还有一个登录 不关他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是有很多的什么 登录的操作 对吧 很多的登录操作 但这个登录的操作呢 都是什么 审核失败的 然后我们随便等 随便点进去一个登录的事件 随便点进去 然后它的事件的ID是529 所以你可以什么 通过事件ID来过滤 比如说你去筛选 事件ID为529 这全部勾选 我们可以把事件ID筛选为529 然后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什么 审核失败的这种登录事件 然后这种登录事件 我们就看一下 登录类型 登录类型是10 好 登录类型是10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这种事件的登录类型 都是10 那Windows的什么 登录类型 就是Windows的登录类型 10是代表什么 Remote Interactive 叫远程交互 看一下 然后其他的事件 比如说5是服务事件 4是批处理事件 3是网络 比如说我们去连到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们去连到共享打印机 共享文件夹的时候 你是通过网络去登录的 对吧 那我们产生的事件是类型是3 然后你交互式登录的话呢 类型是什么 2 然后解锁登录的话呢 是7 然后10是远程交互 远程交互即通过什么 即只通过终端 也就是通过SSH 就你可以在Windows上面开一个SSH服务 是可以的 或者说远程桌面 或者说远程协助访问 远程协助 这些都属于什么 远程交互事件 那Windows的远程交互 最容易产生 最容易被攻击的一个服务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远程桌面嘛 也就是那个3389 对吧 RDP那个服务 3489端口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什么 去查看一下这个事件 那我们会发现呢 529 我们查看这个事件ID的时候 529 530 这些都属于登录失败 然后528 540 都属于登录成功 然后我们可以去筛选一下 就是在最后一次 看一下 这是从15分开始到34分 就最后 最后一次的登录失败的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他他用什么 用Admin呢 在做爆破吗 应该是在做爆破 就一直尝试着用 就是爆破里的Admin的照 Administration 管理员账号 然后他最后一次这个时间呢 是16点34分48秒 然后我们在筛选的时候 然后显示所有记录 然后找到 16分 34 就最后一次什么 这里还有还有529 然后继续往上面看 最后一次是什么 有一个这里 三十八分 这里有登记城市 审计成功 这里是还是登录失败 你去往上面看 这里还是什么 审核失败 529 这里还是529 然后继续往上看 529 好这里有一个528 审核成功 然后在他下面呢 这里是528 然后528我们看一下 他登录的 类型是5 这个其实 不一定是啊 然后529 特权使用 这个系统实际 这个会影响 来看一下 搜一下刚才的那个 审计失败 528 529 这里40分 审计失败 这个是 Administrator 40分48秒 16点40分48秒 这里显示 所有记录 然后我们找一下呢 找一下审计成功的吗 登录成功的 登录成功是529 那我们去顾虑一下 529 529 529 然后来看一下 6月25 对吧 6月25 左右 你看一下 这里 这里已经呢 已经登录成功了 就是 16点40分48秒 这里这里还没有 这是 我 这是还是失败的 528 528是登录成功的 我们来看一下登录成功的 然后找到25号 6月25号 6月25号 这一天 然后看这个位置 在 28分左右啊 他这里有一个登录成功的 对吧 登录成功 然后在 然后在 下一个这里呢 有一个 Kevin Dollar Kevin Dollar 的一个登录成功 然后可以看到 其实这这些什么 这些登录的 登录的尝试呢 都是呢 可以看到是哪一个原地址 发起的 这些什么 都是同一个 原地址 像这些就不是 这些不是远程登录 那我们主要看一下 这些是有原地址的 所以可以看到 比如说 他这里呢 已经 使用了这个什么 Kevin Dollar 来 登录 所以 通过筛选 这种529这种事件的ID呢 可以发现呢 下午4点左右 4点多 有大量的这种登录 类型 为10的 也就是远程桌面的这种 登录失败 事件 然后在里面可以看到 它的原IP 所以这 这是我们的这其实是一种呢 我们的3389的远程桌面服的爆破啊 对用户的这种用户密码的爆破 然后在分析一下528事件呢 有一些什么 发现的攻击者呢 在下午4点23分左右呢 有进行什么 进行登录 类型为10的 登录成功事件 所以 然后它的原地址呢 是 什么 xx.1.129 是同一个呢 同一个IP 所以通过这个什么 我们可以判断 这个用户 从 这个时间开始 已经吗 已经拿到了这个用户的administrator 这个用户的账号信息 然后已经爆破出来的这个账号密码 然后我们刚才其实还看到了有一个什么 攻击者呢在6月25号下午4点23分左右 创建了 一个隐藏账号 你看一下 现在刚才在那个 里面的也看得到啊 还有一个 所有记录 根据时间去找 系统 系统事件 是在什么时候 用户登录 注销 特权使用 找一下 用户 凯文 或者可以去筛选一下 这个找起来会比较麻烦 可以去筛选一下 这里有共户 凯文 到了 背账 然后看一下对吧 在这个 这里有一个策 策略改动 一个策略改动 特权 特权使用 账号登录 账号 作销 登录 这些 这些就是 对这个凯文能指派了一些权限嘛 就是管理员 通过管理员 对他指指派了一些权限 指派了一些特权 对吧 这个是 登录成功 对方使用这个账号去登录了 对吧 这里 也是的 那我们就找到了什么 这个凯文这个账号呢 是什么时候 注册的 什么时候登录的 这里 这里这里是有一个 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注册信息的 在 4点23分左右 给你找一下 16 23分 左右 事顶事件 事顶事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这里其实还有一个 这些用户啊 也属于那个用户创建 看一下 是原原是这个129对吧 也是他 这些都是啊 就这一段这一部分 就这个操作 然后我们第十步呢 我们去检查一下 检查 这个网站的目录 网站目录 网站目录我们可以通过 另外一个工具啊 就在这个 叫web shell key 那你可以扫描 扫描全部的站点 他会去我们的 就是整个系统里面呢 去扫 然后这里面呢 可以发现了有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木码对吧 很多木码 比如说有有一个11.asp 这是一个EVAL的后门 有一个什么达码 dama.asp 这是一个多功能的木码 那我们根据什么我们这些什么目录 比如说这里是一个upload的目录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目录里面呢 就这个什么文这些文件呢 可能是通过一些文件上传漏洞 来什么来 上传上去的 那我们就继续什么 继续去跟找到我们的这个码 分析一下我们的网络 就是日志网站的日志文件 分析我们的网站的日志文件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的是IS的话 我们就分析一下IS的日志文件 我们用的是HDB或者NGX的话 就分析NGX的这种黄日志 那分析这个日志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个工具叫log logparser 然后它的命令呢 它是命令行的一个工具 就是说我们可以指定我们输入的格式 然后 比如说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的就是说web服务器是不同的嘛 可以可能是IS 对吧 也可能是什么 其他的什么NGX或者apache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指定一下它的输入格式 然后在什么指定输出 我们要输出什么类型的文件是输出的XML 还是CSV 还是其他的对吧 那这里 我们就直接 直接把这个命令复制下来 看清楚啊 格式是这样的 然后把它输出到一个C盘的A1.CSV 然后把所有内容呢 从这个什么log里面 就是这是我们的日志文件 这个日志文件 然后把它输出到一个C盘的A1.CSV 那执行之后 我们在C盘里面呢 就会看到一个A1.CSV文件 然后把这个CSV文件呢 给它取出来 给它放到我们的 拿到外面去 拿到我们的主机上面去 然后用WPS啊 等或者说用Excel呢 去打开它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考出来了 考出来之后 用WPS去打开它 对吧 那这些就是我们的什么 这种web的日志 导导出我们的web的日志 然后导出到一个什么表格里面去 CSV格式的表格里面去 然后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大量的这种 下面看 把这个拉长一点 把这个M这一个字段拉长一点 再拉长 对吧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里什么ID什么select from select什么from 后面from各种东西 那可以什么 就是你看这个circle语句 就是它现在是不是在做circle注入啊 那这个circle注入这些语句呢 是它的功能是什么 是不是在爆破我们的表啊 看这里 它在爆破我们的表格 所以这这一部分呢 是在对我们的表做爆破 所以啊 在这个16点20 就12点49分 在这个时间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对我们的网站呢 进行大量的这种注入攻击 然后然后发根据我们的circle语句啊 分析这个circle语句特征 我们发现它对我们的正在对表明进行什么 拆解拆解op破 所以极有可能已经成功到获取 成功获取到我们的数据库 然后在深入分析这个日志 我们可以看到 继续继续看 在这里 继续往下面看 在这个时这一段时间对吧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 可以去什么给 这个url发post的请求了 通过post警觉把请求发到什么 把数据发送到a11.asp 那这个111.asp呢 实际上是我们刚才去 分析这个网站的这个 webshaw的时候啊 就是通过webshawql 那个工具去分析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两个文件吗 一个是dama.sp 一个是111.sp 可以发现这两个文件呢 是在这后面对吧 在这后面去 去 上传上去的这里 其实它应该是有一个上传漏洞对吧 通过post方法把我们这个数据 把这个文件的数据上传到上 上传到文件里面去 或者文件包含漏洞对吧 然后然后他去post post的各种数据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段时间呢 他他他访问的upload.asp 并且嘛 向 upload.asp呢 进行了什么 post的上传的请求 就是这个位置 应该还在 选择下了 7点39分 26号 要往上面去找 是19点19点39分 dj 中火 是20点 擦均拭 炸到 3分 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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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出 这里 看这个位置 去访问什么 upload.asp 应该是这一段时间 然后呢 它可以去访问1.asp 然后上面去访问upload.asp 应该是存在这种通过一些上传的方式呢 把我们的这种木码呢上传上去了对吧 然后就实现进一步的权限控制 然后我们继续继续对这个网站做分析 然后可以看到 在 11点继续往下看 就他上传了这两个木码之后 这两个木码之后 对不同的站点对吧 对不同的uil做什么 这种检测嘛 看一下它是否存在有什么漏洞 然后这里post 对这个登录页面 dmin login.asp 登录页面 然后post的一些什么数据 这里应该是在对登录 就这个页面做爆破对吧 然后爆破成功之后啊 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 它会有一个admin main.ht 编写admin main.ht 应该是我们登录什么爆破成功了 就这一次post的应该是什么 爆破出了正确的账号密码 然后我们就访问到什么这个登录的页面 这下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员的页面 然后它通过管理员的什么 权限能去上传文件对吧 做文件上传 下面就是上传了 upload usp 所以说明什么 在这个位这个时候呢 也就说明这个网站被成功爆破 并且我们可以登录到什么管理的后台 所以在本次应急什么 就是我们全部分析下来呢 整个分析流程下来 我们最后再什么看一下 整个流程啊 就是我们在准备响应前期阶段 我们就是服务器被攻击 然后类型呢是应用系统还有数据 都会有安全的这种事件 类型 然后它的级别是特别重大 一级响应 然后我们前期呢会检测 它的进程服务启动项 日志网络账号 目录文件 还有计划任务日志等等 在中期呢 我们首先阻断攻击者的IP地址 我们可以直接写 把他的IP地址呢 写到翻红墙里面 然后再删除什么 我们的这个挖矿木码程序 然后再删除什么webshop网站文件 删除恶意启动项和任务将已经找到了 那我们就什么删除 然后再修复系统以及网站漏洞 就是它是通过什么soco注入啊 对吧 或者说呃 文件送上漏洞呢 来什么 或者说一些罗业务逻辑漏洞啊 来进入我们的管理员 管理员 界面对吧 去操作 增强系统或者网站的安全策略 增加什么 我们EDR IDS WAF等产品 这是中期 然后后期的话呢 我们服务器恢复运行 使服务器恢复运行 然后对攻击事件的进行 总结通报 我们分析一道坑基下来 对吧 我们基本上已经搞清楚 对方是怎么 怎么攻进来的 对吧 我们并且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动作 木码怎么放进来的 然后对什么 企业员工呢 做一个安全培训 最后再怎么 编写我们的安全加固解决方案 协作优化 优化我们整套流程的 这种应急响应方案 就整个过程 安全报告 就本次攻击事件总结 安全报告 就他大概内容呢 是这种手线级别 类型 攻击者是谁 攻击时间 攻击路径 攻击画像 安全报告呢 我们建议采用5WH 也就是5个W 一个H 来什么 来写 这种方法来写 后面 后面就没什么 后面就是一个把机的介绍 你自己用啊 所以这里我们就 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个这个把机板来 分析 整个在安全响应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对吧 最后在什么最后再总结 那整个 应急响应阶段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 对吧 你这里简单的过一遍啊 比如说有 就直接写吧 直接讲了吧 快速讲吧 然后应急响应工具 就是应急响应工具箱 那这些我们其实刚才也用到过一些 对吧 比如说威胁情报平台 微步 其安信 绿谋 360 其明星城 他们都有这种威胁情报平台 我们刚才就用了微步的 威胁情报平台 我们对上传的木马来做一下威胁情报的一个检测 对吧 漏洞情报平台 我们有各种国家的漏洞库 中国 美国 中国的CNNVD CNVD 美国的CV1 NVD 然后厂商的漏洞库 微软 微软有自己的什么 漏洞库 对吧 绿蒙有自己的漏洞库 三文铁克 对吧 然后勒索病毒解密平台 就是一些 简单的什么密码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解密平台呢 去解密啊 就自己看 然后网站安全排查工具 比如说我们刚才用到的滴盾 核码 百度 还有木云 百度的一些工具 木云 生幸福的什么webshawq 然后save dog 这些等等 这是用来做木马的 查杀的啊 然后一些系统的安全排查工具 比如windows系统 比如说我们刚才用的pt hunter 还有autoruns process explorer process monitor 一些进程的监控 日志分析 log parser 是这事件什么 事件日志的一个检查对吧 分析工具 对连的系统来说 还有也有save dog 然后chk rocket 还有自动化巡检脚本 就是你自己自己写对吧 写脚本巡检脚本去检查特定的一些什么 攻击特征来排查这些呢 漏洞啊 一些攻击攻击行为啊 然后还有一些网络安全排查工具 做流量分析的 比如说wellshark 科莱网络分析器 对吧 这些都是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什么抓包工具 就这些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用到的 然后可以参考这个杰哥的什么这个博文吧 就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军火库啊 如果作为作为一名白帽子黑客的话 这里面说 涉及到的一些工具吧 可以看看 直接去b站看吧 关关注他就行了 好 那么呃 今天的话呢 主要是呃 主要是讲这个 介绍通过这个靶场的实战环境啊 来介绍我们整个应急响应流程 对吧 嗯 嗯 然后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靶场给它下载下来 然后 做一下 好不好 我看一下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C工应用 好像还行 好像还行 呃 看一下你自己的性能如果差的话 因为我现在是在虚拟机环境 所以他没有用到我完整的他不会用用用爆的CPU吧 这个时候你们在用的时候自己自己注意一下 ok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你们自己把这个实验做一下吧 就是自己尝试着去分析根据我们的思路对吧 刚才讲的是思路 然后三个阶段嘛 前 中 后 对吧 三个阶段 去做一下分析 然后整个分析过程 整个响应过程里面用到的一些工具 对吧 某一类工具你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不同的同一种类型的工具 不同的什么不同的种不同的 就同一种类型啊 不同的工具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ok 因为可能不同的环境可能会用到不同的工具 所以工具也不是固定的 我说一定哪一个是通用的 这个我们用的多了 我们就知道在什么场景该用什么工具 这个机子工具 好 嗯